化身克批分身幫掃街拜票 學姐說還蠻累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競選幕僚學姐黃靜穎長相甜美 因為網路節目一日幕僚爆紅 一舉一動備受關注 她今天早上穿著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的背心 和時代地亮台北市議員候選人黃玉芬 一起到傳統市場掃街拜票 雖然上午下著雨市場婆媽比較少 雙黃人穿著雨衣一攤一攤向民眾互動 甚至進到小吃攤內發面子 店家也來著不拒 你好 恭喜吃得力量遇上 來喔 沒有啦 你客氣了 沒有沒有客氣了 謝謝 謝謝 首度掃街的黃金營營坦炎初體驗確實有點緊張 但就是要握到美雙手 那今天掃街的感覺怎麼樣 呃 第一次體驗所以不太一樣的感覺 真的是蠻累的但是還蠻累的 我一開始覺得不太熟悉 但是玉芬多多指教之後就有 變得比較熟悉一點的 她傳授你什麼撇爆 呃 她就說要握到美雙手 然後要跟每一個老闆親切的打招呼 大聲的打招呼 有些店家認出是學姐 則是相當興奮 說她本人比電視更漂亮 也讓她很開心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在網路上看過你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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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長哥很多 拜託拜託 你 喔 本人票票票 拜託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謝謝 有指教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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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於人氣是否轉換成選票 有民眾表示會加強投票意願 也有人說候選人多還要再看看 學姐也表示 與時代力量候選人一起拜票 事先都有根科報備 她也穿上市長背信 綁可拉票 希望大家多支持柯文哲 去吧